谁会全心全意地为你啊 只有你妈 妈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不过 我决定的事情是不会变的 就两条路 要不然我家把孩子跟我送回来 要不然我跟韩俊生结婚 我也没得选择 你们吃饭吧啊 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 这个草贝啊 你问我 我问谁啊 他就这么宁吧 早晚有一天要把自己给毁了 真巧啊 行了 你怎么又来了 你以为我愿意来啊 要不是我妈让我来 你就是请我来 我也不会来的 看见了没有 是来给你们家送礼的 你现在了不起了 这个是抓着我们家要害的吗 要不然的话 我弟弟的家就要毁在你的手里了 是不是 我没这么卑鄙 我才不会干这种事 你以为你什么事干不出来呀 当初你和我弟弟鼓风要结婚的时候 我妈可不得把价底都给兜出来了 拿着钱到你们买的房子 是你妈太势力 太鲜贫爱夫让你们分手的 有其母必有其女 没错 我妈是爱情 这点我也看不上 但是你要把你们家人说这么高尚 好像也不符合事实吧 你妈说 给十万块钱给我们买房子 可那也是有条件的 房产证上面得写她的名字 这不现实吗 这就够现实的了 所以我儿子被当成欺因送人 这一点都不奇怪 为的是什么呀 不就是为了你弟弟能攀上个富家女吗 可惜啊 让我儿子遭殃了 你儿子遭殃了 我问你 你当初干吗呢 你当初干吗要生下她呀 你不觉得你撑得太荒唐了吗 没错 是挺荒唐的 我承认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这一点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不想再麻烦你们了 你以为麻烦的还少啊 你要是不想麻烦我们 当初你们就不应该把孩子 送到我们家来 可我后来回去了 我要把孩子抱走 是你不同意的 也是你答应过我的 说会好好对我儿子 可现在呢 他都成欺因了 你知道吗 那 那总得找个解决的办法 跟你说是不是啊 这就是你想出来的解决办法 牺牲我儿子对吗 我告诉你鼓励 你一直在这件事里头搅和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头打的什么算吧 你告诉过我 说韩俊生是你的 为什么呀 你是想离婚之后跟他好 是看上他的钱了对吧 严敏 你少在这儿跟我胡说八道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啊 你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呀你 我才没这个闲工夫呢 我连见都不想见到你 你算什么呀你 我还不想看见你呢 什么东西呀 老鼓 亲家 你是不是就来的 你一直在问的是吧 是 我们刚才这又说又吵的 你知道听不见 装聋作养出来 没有没有 我刚才睡着了 你来半天了 你趁我上厕所怎么功夫你想溜 哪里啊 哪里的事 来来来去去去 坐坐坐坐 他人应该真够游的 我干嘛 看你说 信家来了你看 咋样啊最近 好不好啊 还行吧 我跟你说啊 你们家你是户主吗 是啊 我户主啊 我怎么觉得不像啊 你暂见家是 什么都说了不算啊 不是 我们家的情况是吧 有点特殊是吧 修英呢 她她能干 她喜欢多管点 让她多管点 还有了 你这儿子是亲生的吗 亲家你看你这说 儿子当然是亲生的了 我都觉得不像 你说这房子过户的事 我老早就跟你老婆说 每次她都给打不回去 每次打不回去 不愿意过急头歪脸的 我不明白你们这么大岁数了 这房子过户 是过户鼓风啊 这不是跟你一回事吗 对对对 你们干嘛呀这是 这早晚的事是吧 就这一个儿子 你说这房子不是她的是谁的 我真的不喝不喝 喝点茶嘛你看 你看 我说泡点茶 手都开了啊 修英 你呀 你们家干什么 你去炒菜吧 我说给亲姐泡点茶 你坐你坐 你坐 你真不喝呀 我真不喝 那我就不饱了啊 真热 你这话 干什么呀 这是多么瘦瘦的 这是啥岁数人了 干什么呀这是 老五多有意思 你看 谁跟你摸摸瘦瘦的 你看他还吃吃我的醋呢 真热 你也不想啊 你才逗呢 不是啊 你说我觉得那有上风雅 干什么 我能看上你们家老谷啊 看不上 看不上 她说她看不上 我们家老谷能看上你呀 对呀 看不上 你看不上 你在磨磨瘦瘦干什么呀 这是啊 谁都看不上谁 行了吗 真有意思 可了不起 行了 不说她闲话了 我今天真是 正好咱仨测一块 我还是把那事说说 你不用说 我给你讲 你不用跟她说 你就跟我说去 就算你知道吗 那个你就不用想了 你说不说也没想到 别生气了 你别生气了 你看我都不生气了 我跟你们这么说啊 其实刚才咱们这个 之间这个事儿 我觉得存在了一个 互相不屑人的问题 你们想想是不是怎么回事 这房子 其实过户是过户封 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你们是防着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怕我们妹妹 万一哪天离婚了 这房子流失 受损失 但是你替我想 是不是我也得防着你 是不是 我女儿现在怀着孕 哪天姑姑说不过了 要跟她离婚 她带着孩子 她有点保证 没点保证啊 你这个人家一心病太重了 你是不是 这个病又犯了呀 你要想保证 那最最容易了 就压根算不生孩子 不就保证了吗 还得这么说话 还得这么说话 我觉得以后的一切的 这个问题 老婆有这么说话的吗 我怎么说 不是 你说是生是不生 你要这么说 这有的肯定得生是吧 没有的 没有的就是生 人家不敢生嘛 害怕你儿子是骗子 是大骗子 把人家给骗了 骗人家 骗人家什么你知道吗 从来的店家 大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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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小子 大小小小 小小小 亲家 这不敢生 别这样 咱怎么来一次呢 买样 你怎么不跟出去送啊 送出二弟弟去啊 干什么呀 咱这是 这干什么呀这是 是啊 怎么了 我说他这么着 你怎么就 他哪有 怎么着 怎么着 能怎么着呀 挺受用的呀 你还要能怎么着啊 这个什么 什么人呢 这老的小的 老爷 欠条 给你打好了 你看这错别字 啊 太没文化了 老四 干什么呢 什么欠条啊 谁欠谁的呀 你是我姑爷 古风是我儿子 你这都是一家人 有个困难 帮助一下有什么不行的呀 谁欠谁的呀 你就是欠也是欠古风的 你还古风 你借谁 你还谁你知道吗 你脑子怎么这么乱呢 你这么说这没意思吧 你不是借他的知道吗 这什么叫还给他的 古风谁 古风我女婿 你怎么掏人兜啊 你这草草你穿起 你太没文化了 你真不大也不惨 你真是 你你你 就是这个 你怎么这么笨呢 这点小事你都拎不清啊 你欠他钱吧你还他 我天哪有毛衣 你 我气死我了 你真没脑子 我气死我了 我气死我了 你真没脑子 我气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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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人比人对死 货比货得扔了 我真怎么打 你这么个账目的样子 来喽 来了来了 阿姨 这是谁呀 我妈让我送点东西过来 姐 姐 你亲家 给你送东西来了 胡说八道什么呀 谁是我的亲家呀 这是我妈让我送来的 一点心意 您收下吧 你妈倒真会来事 为了你们家的安宁 为了她儿子的幸福 想堵住我们的嘴是不是 回家告诉你妈 请你妈立即把孩子抱回去 抱回你们骨架 要不然的话呀 我拦不住我女儿事情闹大了 大家的脸面都不好看 是不是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带到她 拿着 你 姐 你干嘛 不敲她一笔呀 敲谁呀 他们家除了那点房子 还有什么可敲的呀 不回了我女儿 我就谢天谢地了 东西哥哥什么东西呀 他们家人我一个都不想见 没一个好东西 怎么了 怎么突然想起约我了 你说不敢见我呀 什么话呀 我要是不敢的话 我就不会来了 以后这种话你最好不要问 而且 咱们俩现在也应该保持距离 你已经结婚了 老婆还怀孕了 万一要是 万一要是我们就情复燃了怎么办 你会很麻烦呢 而我呢 当小三儿吗 被亲人指万人骂吗 我可不想这个 张伟 你这是变了 我没有变 只不过我现在把感情看透了 你找我什么事 真要跟海女生在一块儿吧 我已经听她说了 她去你们家了 而且你妈还挺赞同 我妈那个人你应该很了解 在她眼里除了我就是钱 这一点是永远不会变的 怎么了 有什么不妥吗 就这么想当我嫂子 什么叫当你嫂子 我们俩关系很特殊吗 咱们现在还有关系吗 古风 请你搞清楚了 我们俩现在什么关系都没有 所以我有权利嫁给任何人 你不别扭吗 那也没有办法 是你们家人做得不够好 所以才这样的 我们家人到底怎么了 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别问我 你要想知道的话就是问他们 我没什么可说的 因为本来就是我先犯的错 所以我没有资格 我只能自行解决 你多保重了 再见 来 大哥 这位是韩丁贝的家吗 谁 韩丁贝 是 怎么了 是她在网上订购的东西 你收一下 什么呀这是 都是一些设置品 一共是八千里外块 你付下钱吧大哥 多少 八千六百块呀 拿回去 咋了 你听好啊 这儿是她婆家 我只是她姐夫 她现在人不在 你应该把这东西啊 送她娘家去 让她娘家人付钱 跑错地了 走走走 那不重 按在电话里 跟韩小姐说好嘞 让你把东西送到这儿 让你把钱先点上 这都从国家带回来 你可不能退货呀 这乡下孩子听不明白啊 谁买的 找谁付钱去 我们不垫着 明白吗 哪儿那么些个废话 你说谁废话呀 你说谁废话呀 你说谁废话 说你废话怎么了 听不懂啊 赶紧滚蛋 跟你说了找她联系 找她要钱去 你骂谁呢 你骂谁呢 你骂谁鬼蛋呢 你们这到底啥意思呀 把东西送到这儿 你们退来退去 这以后还让人再做生意呀 我让你滚蛋呢 没听见哪 你还赖上我了是怎么着 那你还骂人 你不付钱就不让你揍 呦 干什么 吃净半夜你要抢钱是不是 我喊了 你付钱 借我邻居来看啊 有人要抢钱啊 喂 姐夫 什么事啊 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呀 对 是我网购的 怎么了 你怎么这么抠门呀 你还欠着我们五十万呢 你该的 鼓励 你怎么来了 我 门口碰上的 她说要找我评评理 真是莫名其妙 我 我怎么莫名其妙了 我能不来吗 阿姨 我在你们家这家这公司 都干了这么多年了 你凭什么就把我给解聘了 凭什么就让我给滚蛋了 你 你是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家的房子呀 你是不是想报复我呀 顾丽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主内她怕主外 家具公司的事情我一概不过问 看见没有 超市刚买的 都是贝贝爱吃的 我在伺候你弟媳妇生孩子 为你们股家延续香火传宗接代 我还没落好是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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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抄抄什么呀 你对我无礼 我不会跟你计较 我也不会那么做 谁让你是晚辈呢 回头我帮你家具城 怎么回事啊 养一个闲人应该没问题呀 他们不养着我养着你 不就一个月几千块钱吗 我供你 不兵啊 你们家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我是不会求你们的 鼓励 怎么回事啊到底 你问我我问谁呀 你看看你婆姐这些人 你花这么多钱 有一个落好的吗 别把我逼急了啊 逼急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他别想生气了 妈 你生什么气啊 媳妇 什么事啊 鼓励啊 你老婆也太奢侈了 一个包 八千六 他金字做的 再说了他不是住在娘家吗 干嘛非得送到咱这儿来啊 您摆着让咱们给付钱吧 刚好家里人都不在 我只好啊 偷偷拿鼓励钱给垫去 鼓励钱你也知道 他都是藏起来 还以为我不知道 我这 这远古都不得打价啊 媳妇 谢谢你啊 我不会让你点钱的 一会儿就把钱给你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 还什么呀 我还欠着你五十万呢 我就说这个事 这个老婆她是不是这 这太不好养活了 别操什么心啊 好不好养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这你管个闲事啊 人家这有她娘家的 娘家不能养还有丈夫呢 花钱多买个包 供咱们家半年生活费 哎呀你妈我呀 买双拖鞋花十块钱我的钱贵 你看人家什么叫差距 这就叫差距 行了妈 你要买什么拖鞋给你告我 我给你买 不用我什么命 我穿什么拖鞋过什么日子 你们就好好奢侈吧啊 我们不羡慕 但是有一点啊 你让韩金贝回去告诉他妈 别再惦记我们家房子了 这我就心满意足了 谢天谢地了 走 进屋去 好 回屋了 你脱我干嘛 你脱你 就是 也就是我要你了 谁还管你 你别嫌我白是吧 你想怎么着啊 这你岁数 还想有什么想法是怎么着 不放 嗯 妈 我给你拿钱呢 不用 真的不用 不放 我还欠着你钱呢 不放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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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我今天手气融合 妈 你看谁来了 阿姨好 韩老师 你怎么来了 看您说的 怎么 不欢迎啊 怎么能不欢迎呢 进来吧 阿姨 也不知道该给您带点什么 嗨 那么客气干什么呀 来了还用带东西啊 来吧来吧 俊生 走 里面去 看见没有 俊生都叫上了 关系不一般了 哥哥 大麻将 大麻将 对呀 老师不是最怕俗子吗 咱就给他上俗子 非拆散了他们不可 要不然将来怎么办 打 走 哎 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老婆 怎么回事 这怎么了呀 说话呀 妈 你看哭得这个难看 怎么回事啊 妈 真的被你猜错了 我 我被公司截骗了 妈 不会吧 不会什么呀 早晚的事 他们跟你说什么理由啊 想把你一脚踹走 还需要什么理由啊 什么理由不好找啊 理由充分得很 说是公司小于不好 不能养闲人 跟不能养没用的人 就算 就算是亲戚也不例外 说做生意不能赔本是不是 就这么简单 你说这罕见人是什么东西啊 我找他们去 找什么找啊 你坐哪儿 你凭什么找人家去啊 不干就不干了吧 还求着他呀 不是我说 你看看你自己 别光说人家啊 你这有个上班的样吗 平时想去就去 不想去就不去 那销售额你完成了多少啊 白拿钱哪 时间长了人家能没意见吗 别说人家吵你 要是我 我也得吵了你 妈 你说话到底是向着谁啊 谁都不向着 我向着道理说话 你给我记住了 这个世界上没有白拿的钱 白占的便宜 知道吗 行了别哭了 准备吃饭吧 行了行了行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别碰我 好了 大不了咱们一起干嘛对不对 烦着呢别碰我 行行行 妈妈 糊了 姐 看见没还是你厉害 阿姨啊你手气真好 这刚开始您就糊了 你也不看见谁来了 你来了我能手气不好吗 我女儿终于找到了好男朋友喽 我这个当妈的 你说我这心里能不高兴啊 这一高兴不手气就好了吗 哎呀 这网后 我们家里什么脏活累活 破活烂活没人干的活 靠钱靠你了啊 我就不客气了 找太夫说什么呢 你是找女君呢 还是找小时工 小时工不是还得花钱呢吗 韩老师我跟你说 我跟你说 我们家小米什么都不会做 他从小那我是韩的嘴里把他养大的 跟你说句实话吧 你可别指望他往后当什么 好后妈什么的 甭想 他呀 他连他自己都照顾不好呢 俊生 我妈那是吓唬你呢 你看我这样 是那不贤惠的吗 我以为你说的那么不好 我不是让韩老师 就进一步了解你嘛 免得韩老师对你期望之太高 嗯 统统 那样子我得好好努力了 不辜负你的期望啊 东风 东风 看见没 六条 这就意味着 从今儿往后啊 我要六六大顺 一顺到底了 嗯 对不起 跟个六条 我要跟你一干到底 抓开 阿姨 你们怎么办 没什么呀 没什么 这不是闹别人 出牌出牌出牌 我妈这人哪 特爱开玩笑 我们家人都这样 以后习惯了就好了 来来干谁了 来 妈 真没法弄啊 六条 喂 妈什么事啊 我姐怎么呢 我姐怎么呢 给炒了 您就别炒了 炒也没用 嗯 那炒我知道了 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古风 您知道我怀孕了 有什么事儿 干嘛不能去我家呀 那非得让我跑来这儿 要是跑流产啊 你负责 真有理啊 这你订的包子啊 网购 对啊 八千六 够奢侈的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你就不懂了吧 奢侈品能不奢侈吗 再说这一支啊 在奢侈品里面 已经算便宜的了 还有更贵的呢 再说我这又不是 第一次买了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你有钱你 酷啊 你想买什么你就买什么 你就是浑身上下 拿黄金都给它包起来 也没人拦着你 你老公也能给你买 可是我问你 你干嘛非让人家 把这包送家里去啊 送家里怎么了 你家不是我家呀 那你干嘛 让人家老四垫钱啊 你诚心吧你 谁诚心了 他垫钱怎么了 我又不是不还给他 紧张什么呀 再说这话说回来 我就算是不给他 那也是正常的 他还欠着我们家五十万呢 垫这点钱算什么呀 这招肯定不是你想的 你告诉我是谁想的 是你妈吧 够损的 谁损呀 你说谁损呢 你妈 还能说谁呀 有什么事情 你让他冲着我来 你少让他冲着我姐去 凭什么解聘他呀 那日工作上的事 跟我有什么关系 干嘛问我呀 你最好跟你们家里人说清楚 让他们别成天在我背后 说我坏话 贪着这样的媳妇还不知足呀 你还想要什么样的呀 是吧 制作吧你 干什么呀 你可真是大松心哪 悠哉悠哉 还在这儿看你的报纸 家里事你 你真的就就就不想管了 又怎么了 怎么 言敏他妈也来电话了 让咱们把小查理抱回来 说要不然他就跟古风兜底了 还说言敏要嫁给韩俊生 要跟古风当嫂子了 你说这有什么事啊 我跟你说 这古力被炒鱿鱼了知道吗 让韩靖贝他妈给炒鱿鱿鱼了 因为什么不就为了房子吗 还有这韩靖贝啊 你说买个包花那么多钱 弄了古力两口子吵架你 我跟你讲 两个女人两个女人的妈 一个丈母娘一个准丈母娘 都冲咱们家来了 你说咱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我跟你讲 你看着吧 没好了 这天都快塌了 塌了 问谁啊 问我呀 我问你啊 我可不问你啊 你别问我呀 你问你儿子去 这都是你儿子惹的 你别问我啊 那 有你这样当爹的吗 你什么事都不管呢 你真的大甩手啊你啊 出这么多事儿 他当爹就说我不管我不管 有你这样子吗 我怎么管 我想管的听我的吗 管我管住了吗 你当爹的责任呢 你的责任呢 责任 你不管都让我管啊 我一个女人 我容易吗 我 你也很不管 我早劝过你 我早劝过你 咱都不要管 随他们去管不了 你还真逗 你生 你能生你不能养 你不能教育啊 这像你说的话嘛 我给你 你把你罵子也别看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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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 我不看帮手我看什么呀 我谁敢点你 我自己要帮着看 我看戏啊 我天天开咱们演戏啊 有什么好看的呀 真是的 我觉得你妈 对我的态度变化挺大的 你很敏感 说实话 你妈这个人呢 挺难缠的 一般人可搞不定她 你还算不错的了 真的 本事够大呀 其实我挺理解她的 毕竟我是结过婚的人嘛 对家庭矛盾还是深有体会的 结婚不光是两个人的问题 它是两个家庭的问题 就是我那个孟夫吧 你还记得吗 跟我妹上婚五年了 要不是因为我妹妹怀孕了 两个人关系还一直僵持的 师傅 电话就打过来了 喂 哈子豪 怎么了 那行 我马上过来 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没说 估计就吵架了 走吧 跟我一起去的公司看看 我 我就不去了 也不合适 走吧 就当陪我们了 着 气满 你可算回来了 简福 你什么意思啊 我不就网够了一个包包吗 让你垫了一点钱 你是不是恨不得 让所有人都知道 让我挨骂呀 什么包啊 我看看 人就是一个包 让我看看 怎么了 名牌 奢侈品啊 不少钱吧 八千六 八千六 老 老四 这包是你付的钱 你 你哪儿来的钱呢你 不是不是 这这这这我先垫着 先垫着 什么叫先垫着呀 你还欠股份五十万呢 赚钱你付是应该的 还几倍 你算老几啊 你在我们家算老几 行了 都别说了 回屋去了 老四 你给我过来 妈 你看看姐姐姐夫 她们都是对我什么态度呀 你把她们当姐姐姐夫了吗 你把这儿当家了吗 你显摆什么呀 韩金卫 我跟你说 你怀孕了我不跟你多说什么 说了你也听不懂 你说你明白什么呀 什么都不明白 您那脑子里装的什么 浆糊 一脑袋浆糊 你呀赶紧回娘家去 让我们安静一会儿 求求你了 你们就这么欺负我 我就偏不早了 老婆 又好哥来了 啤酒 买什么酒啊 我这儿有现实什么呢呀 你也没说一声 我哪知道啊 还有一个人呢 谁呀 杰敏 我来哪儿 杰敏 你们见过的 我不用介绍了啊 杰敏 坐里边吧 欢迎 这边坐 嗯 我妹夫 我妹夫可是投入了不少心血 我妹夫可是投入了不少心血 赚点钱就往里搭 她自己住的房子都可以不买 这儿就是她的家 甚至比家还重要 哥 看你说的 哪儿都没有家重要 这我倒是挺赞同的 要是没有家 这心里头就发空 人也是飘着的 所以我认为 哎 女朋友 她说 你今天叫我过来不光 咱们今天好好喝一顿 干 来 干一个 行了 老婆 不生气 老婆 来 喝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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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开 干什么呀你 我问你还有没有点出息啊 你老婆我都被他们家人给开了 她买个包 你还给她付钱 那钱是我的 是我的 我本来打算明天买点基金 还小赚一把呢 这可好了 我就闹了闷了啊 我藏在柜子里的钱 你怎么就给翻出来了 你还真有本事了你 你是我老婆 你把钱藏在哪儿我能不知道吗 再说了 我当时不是实在没办法吗 家里头一个人都没有 那乡下孩子赖在这儿死活不走 我都快跟他打起来了 不不 我就得先垫上了嘛 行了 你去啊 你去呀去呀 你去呀就把钱给我养了 干什么呀 鼓励 你还有完没完呢 那钱我给你 行了吧 妈 妈 妈 我 我 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韩金贝就是故意的 是我他妈指使你信不信 就是为了咱们这套房子 我心里有一本清账 这个还用你交给我呀 我知道该怎么办 哎呀你朝这里 太不省心了 妈 妈 去去去 一片带着去 嫂嫂 那分泌失调的脸啊 脾气越来越暴了 你别动 你怎么这儿嫂 妈 你怎么才来呀 钱带来了吗 带来了 你还知道让我过来呀 这女人结了婚呢 就得有娘娘人在背后支撑的 要不然那可惨了 现在这个丈母娘比婆婆吃香 好多女的生了孩子都是丈母娘带 男人都得围着丈母娘转 你知道 婆婆威严早都没了 都该下班了 妈 我看你说的 你说你吧 老公老公搞不定 小姑子搞不定 婆婆也搞不定 你什么都搞不定 买个包还得受人家气 你怎么这么窝囊 你怎么这么急的见我呀 庄年 怎么这么急的见我呀 急吗 有那么急吗 你又换一套啊 来见你 我得好好收拾收拾 我都是由任务来完成 这平时做家具 哪有机会穿得这么讲究 建国啊 你可真有你的了 你要是有这功夫 回家去劝劝你儿子 别老追我女儿 小敏都把她带回家来了 这俩人像打不散的鸳鸯 整天粘在一起 那你说将来怎么办 这个我也没辙 俊生都跟我说了 是你撮合他们两个在一起的 现在你又让我把他们两个拆了 我怎么拆啊 我当初不是不知道吗 我哪知道你套了小寡妇 还当了人家的继父 我要知道 打死我我都不会那么做 你能不能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 什么叫小寡妇啊 我说错了 她是不是寡妇啊 那叫丧偶 建国跟我开玩笑啊 干嘛呀 说到你老婆 瞅你心疼的 我跟你说 你拆也得拆不拆也得拆 反正我盯上你了 你这个忙一定要帮 你说什么也要把他们俩拆了 听见没 难 那你也得拆 上车吧 先上吧 查理还在家呢 我想你自己走回去 那干嘛呀 消消神散散步减减肥 赶紧上车吧 那好吧 那我先走了啊 都交给我来个电话 她是谁啊 她是谁啊 我都跑回去 是谁啊 是谁啊 她是谁啊 她是谁啊 我下车了 我下车了 你快点来 我下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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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要瞒着我呢 你 我下车了